各位同學,現在來到2024年DSE Maths Paypal 1 的最後一條 終於到最後一條 這份卷真的非常簡單 我的學生不斷發訊息給我 他們都拿到九十多至一百零幾分 一百零幾分 嘩,吃了糟糕 不過我都非常恩惠 終於有些安慰 好了,最後一條 fx等於2x2加4x 4mx加8x 再加2m2加8m加n where mn是real number mn乘負1 即是一正一負 mn是 delock the vertex of y等於fx是p 所以我用了kumpin square kumpin square kumpin square 我就在這裡寫 首先第一步 抽個2出來 就變成x2 這個變成4 變成2m 這個變成4 kumpin square 就是m加2的2次 減m加2的2次 再外面就不動 好 這三個就變成x- 我寫一個減 2次 而這個m加2的2次 其實即是等於m2次 加4m加4 乘多2就是減 減2m2次 減8m 減8 所以p那些座標是-m-2 和n-8 B 它叫你 Describe Geometric Mealing of the Transforming F 好明是向上7格 然後再anlarge along xs x-by-5 所以我基本上都是這樣寫 首先是upwork 7個unit 然後 無所謂 enlarge along x-axis by-5 所以p那些座標 因為我都要寫 q那些座標 它會寫出 vertice of q of the function by q 所以我都要寫出來 q那些座標 就寫出來 c 我寫在c p 首先 應該是-m-2 n-8 向上7格 就變成-m-2 接著就是n-1 加7 接著Q 就是enlarge 8 我乘8 enlarge 5格 乘5 就變成-m-15 因爲這裏成大5倍 純粹是 後面那個不動 好 如果你有看我的四心的問題 其實這裏是四心開始的部分 就是超前的部分 好 然後它定義這個數字 就叫做A1 A2 多個竅魚 A1 A2 B1 Define這個 就是A2 B2 以下PQ 形成了 這個是AS 這個是GS 所以我設定一些色 設定什麼呢 就是 n加1 這個 1加n 就是A1 A1 是這個 就等於A2 A2 A2 是這個 好 沒有寫錯 A2 是-5m-10 再減1加n 好 這條色化減之後 就n等於-3m-7 這條一色 好 二色如何來呢 就用一個RESO 那 RESO 就是4-m over B1 是這個 n-8 再等於B2 B2 是這個 n-1 over 4-m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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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69m 減123 最後是Korjati 8m2次 加77m 加104 m分別後 一個是-13 over 8 按機 n就代回到 這條色 計算n n就算是-13 over 8 就是-17 over 8 這組已經消失了 因為m乘n 是小於0 因為兩個成分是大於0 另外一個n就會計算是17 即是要這個 mn是等於 -8和17 完成 分別代表p p的代表我們塞在這兩個數字 p和q 這兩個 即是代表 即是代表 那裏就會計算到1點座標 p就是6和9 q就是36 我去到這裏 我看過題目的時候 我還未看到下面 我以為後面那一派一定很難 它慢慢來 根本不是很難 是非常之容易 只要你去檢查解決定 就可以了 好了 我們先看看 它說Vertex of 那個點 就是r s 分別這兩點 然後它說是否可以p qrs 是一個roombus roombus的解決定 四邊形 四條邊相同 即是你檢查四條邊相同 就可以了 即是找個t出來 所以留意 這個是以逆時針 或順次針數 pqrs 所以我先寫出來 好 我寫在這裏 寫小一點 我只想一次過縮掉 p是69 q是30 16 r是 逆時針數過去 3t加27t rs是3t加3 以及2t-3 好 它說這個東西可不可以 組成一個roombus roombus的解決定 四條邊相同 沒有其他東西 所以你做的方法 首先是 因為我稍後要計算pq的長度 即我們先計算pq pq的長度 6-30的二次 加9-16的二次 可以分方 25來的 方便去計算 但我們用了一個解決定 就是這兩條邊相同 如果它可以成為 其他東西我先不動 我先拆開它 先拆開它 因為我們現在還未知道 那就拆開了 pq 等於rq pq的長度 調轉它 免得 你看起來 麻煩 pq是25來的 另外一邊的 即是二次方 之後是625 另外一邊 我按照計算 就是把這個 這個 這個 3t加27-30 所謂3t-3的二次 再加t-16的二次 好 插開它 插開它 插開我 不插的步驟 讓大家看得爽快一點 好 t便會計算到 9-4 好了 然後再做 其實你檢查以下的條件 就可以了 檢查這個長度 和這個長度 是否等於這個長度 即是說 我逐個檢查 檢查這個 這個是否等於25 25 25 再檢查下一個 所以我們放 t 是9 那 s的座標 你塞進去 s的座標 變成30 15 r 是54 9 我先檢查 ps的長度 ps的長度 會是 30-6的二次 加15-9的二次開方 如果這樣看 這就是等於 form 3的等級 開方612 612 612 what 他不等於25 所以 no 這個情況 是不可能發生的 好了 就放 不過我們有些含意 612 t是-4 s的座標 s的座標 是-9 -11 r 15 -4 ps的長度 就等於 開方 6-9 即6加9 二次 再加 9-11 即9加11 二次 25 有些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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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我檢查到 這個是25 但我檢查Sr Sr Sr Sr的長度 是 這兩種座標相減 15加9 二次 再加 -4 加11 二次 喂 25 Shit 所以yes 4t 是-4 完成 最後一條 其實整個過程中 不用十 二十分鐘 可以做得到 不用二十分鐘 可以做得到 但是又給了這麼多時間 所以今年一份 我們最後做一個拱見 基本上是一份容易的題目 整份都容易 除了第十二條 十三條 是這兩條有少許巧妙的地方之外 其他都沒有特別 希望各位同學都拿到九十九 不是全部拿星星 不是錯錯說錯 全部變星星 KLiu幫你摘星 好 拜拜